很多現在打高爾夫的朋友 他們就炸鍋了 今天這一面的銅牌 他們覺得不得了 是等於說是最讓人興奮的 他從一開始 是倒數第三 居然打到第三名 而且我在第三名的過程裡面 居然是一個 死亡淘汰的過程 那心理壓力有多大 而且跟他比的 都是全世界 第一流的好手 也就是 一個台灣的小孩子 進到這個世界殿堂 到了奧運 奧運了以後 你不是 你是跟全世界最棒的 職業選手比 你竟然比賽四天 從開始的倒數第三名 一路的追趕 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這真的等於又是一場 PGA的一個例行賽一樣 因為所有的卡斯 全部都是PGA 現在最好的選手 最好的 對 那他從第一天打74 當然我們在看轉播 就覺得好像後面要不要跟 看起來好像74 不會有畫面 重點不是不想跟 是不會有畫面 可是到第二天66 第三天有66 哇 那就不一樣了 後來你知道嗎 他在第四天 一路往上衝 又打了EGO 而且沒有任何的BOGI 單天-8 他到最後衝到-15的時候 哇 已經排在前三 前第四位 因為他出賽的時間 在第四天比較早 後面還有20來位 整個結束有7個人 都是-15 所以要進行延長加賽 可是你知道這7個人 有誰嗎 這裡面有小麥 他是Tigerwood之後 全世界最矚目的高爾夫球選手 那小麥基本上在25歲之前 已經拿下了三個大賽 所以他是繼金雄尼克勞斯 跟Tigerwood之後 第三位能夠在25歲之內 拿下三個大賽 他目前已經拿下四個大賽 總共有15場的冠軍 除了小麥之外 還有下面這個松山音速 是今年名人賽奪冠的冠軍 Paul Cassidy是歐洲萊德貝的隊員 另外右上角 這個是最可怕的 身穿柯林 他才剛剛拿下英國公開賽 在7月16號 最後一輪66肝 以總肝數-15 奪得207萬的美金的獎金 所以他是炙手可熱的 當紅炸子機 他也是另外一位 可以在25歲之內 拿下英國跟PGA警告賽的選手 除了Tigerwood之外 這樣的卡斯 真的是冠中冠 在整個高爾夫就 還有一個冠中冠的比賽 對台灣來講 只能仰望的對象 這就是一個夢幻的對決 幾乎就是高爾夫有一個 就是四大賽的冠軍 打一場冠中冠 幾乎就是這樣的卡斯 對潘而言 有這樣的機會 而且一路一路往後面的追趕 比的延長先比三鬥 三鬥之後 只剩下他跟深川柯林 最後他一個平怕的 最後拿下的冠軍 你知道嗎 小麥自己在他自己的IG上面發表說 我多麼希望拿下這個第三名 你說小麥麥克羅伊 麥克羅伊 這是艾爾蘭的球王 球王 而且你知道嗎 他在2016年的時候 根本不屑參加奧運 可是他這次來就發覺哇 他在這個奧運場上真正想要的那個機殼 比他在PGA場上來得更加的急迫 為什麼 因為代表國家不是每個PGA的選手有機會的 而且那個現場的氣氛 完全凌駕到PGA的任何的比賽 所以以前打這個比球是為我自己比 現在是為我的國家比 他是非常希望為他的北二藍拿下一個冠軍的 拿下一個獎牌 而且當他發覺到了後頭是這幾個球員自己在競戰 就發覺哇 這個強度跟這個張力跟這個國家的榮譽加深的時候 那整個氣勢跟整個那個企圖心跟想法是完全不一樣 好 所以大哥 剛才講的 這個對你來講 你也是不可思議的 你沒有想到有一天台灣的高爾夫球 可以在奧運這樣的一個場合裡面 拿到銅牌 而且拿到銅牌這麼有戲劇化 是從落後然後一直的追趕 而且是跟全世界一直的頂尖高手 進行死亡對決迎來的 對 的確是非常神奇 他從060個人參賽倒數第三名的57 再慢慢爬到最後變成第三 這個就有點跟我們的 淋良配一樣 事實上 潘正從我已經注意他很久了 二零一七年的人川亞運 我曾經去採訪 很巧的 我去的時候飛機 就剛好跟他們同一班 那個時候 是宋定恆教練帶著他們四個選手去 那個時候他很年輕 才二十出頭歲 但是那一屆 我們總共拿了八塊金牌 有四分之一 是小盤拿到的 是喔 他個人在高澳湖球場拿了個人賽冠軍 然後他帶著另外兩個同伴 又拿了一個團體賽冠軍 很巧的 就是回來的時候 我們又同一班飛機 所以跟他很熟 很熟的原因 還有一個就是 他的泰山 他的 李玉祥 李玉祥跟我是四十年的好朋友 他是網球協會的顧理師長 也是臺北市網球委員會的主委 當年我們一起把臺灣的網球炒起來 一開始他在六年前開始 經常用臉書傳Michelle的一些資料給我 那時候我才說 這Michelle是誰啊 怎麼Michelle一直在照顧一個 我們一個小男生網球選手 在西雅特的華盛頓大學 原來那個時候 這個他的女兒 就是受到臺中一些朋友的拜託 請他照顧這個傑出的青少年 希望加他英文 希望帶他一些球場的禮節 然後希望照顧他的生活 讓他在華盛頓大學 可以補好書 然後打好球 沒想到他一天一天著壤 一天一天進步 今天終於幫我們在奧運 大出一口氣 所以他講他本來在臺灣 就已經非常厲害了嗎 對他基本上當然很早十五歲 就到美國去念高中 然後他在華盛頓大學 是拿過八次NCW的冠軍 他也是全美業餘的第一名 是喔 那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獎牌對臺灣相當的重要 相當的光彩 高爾夫球一直是美國認為是他們的強項 全世界除了四大賽之外 有兩個團體的大比賽 一個叫萊德杯 一個叫總統杯 萊德杯是美國打歐洲 總統杯是美國打世界球員 就代表我美國自己可以有一隊 那你們國際球員自己想辦法 那我美國一隊跟你歐洲球員打 所以說美國一直認為 這是植牛耳的項目 那這一次我們的小潘 可以這樣一路這樣殺上來 拿到這面銅牌 所有的矚目家人都發覺 哇 因為這真的是無法想像 如果照正常的一個PGA的比賽 他可能在前兩輪就被cut掉了 根本連進到後面都沒有 可是他在這一次的表現 第一天當然落差大 不過後面一直到了延長加賽 他的那個心理素質 最後那個長的推桿 他對他自己 除了那個時候有一點點小緊張 不過你也看到他真的超貼心 你知道他有兩件事跟大家做一個舉例 第一個他幫他老婆拿鐵桿 因為他老婆幫忙背了七十六棟 所以他幫忙拿鐵桿 七十六棟 對 我打聽了一下 那個袋子要二十幾公斤 二十幾公斤 他也幫他換一個比較輕的球袋 可是老婆幫他背球桿 所以他把鐵桿都拿在手上 第二個他的桿子裡面有四根的 所謂的這個沙坑的桿子 他完全是用紫色的桿身 跟他的推桿 為什麼 因為那代表是他們華盛頓大學的顏色 所以他永遠以當華盛頓大學的議員為榮 而且他當時是華盛頓大學的隊長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人本身跟高爾夫球 跟學校的連結 跟他老婆的連結 讓大家看到真的是動容的一幕 那今天他這個比賽 可是他是業餘的冠軍 可是在世界職業賽 他很厲害嗎 他是在業餘之後轉職業 那職業之後他現在在PGA一樣 他像昨天比完之後 今天已經飛回美國 繼續他PGA的賽程 所有的PGA的選手都已經飛回去了 因為PGA的比賽會接續 繼續往下走 所以他們在今年就準備要準備 季後賽的幾場大賽 所以他還是為了他自己的職業 繼續努力 今天另外一個字 讓全男都很感動 因為我們以前就看過 翻滾門男孩 十幾年前的片子 就看著這個小孩子 一步一步的塵上 他今天真的跟他的教練 一起到了奧運的殿堂 他今天真的拿下了銀牌的按馬項目 這麼不容易吧 他是怎麼練出來 怎麼走過來的 李志凱會有成績 他摔了好幾次啊 我看他 我當國際裁判跟他出去 摔了摔了摔 我說要做一個很好的選手 三起三落 那摔得很痛苦啊 他哭了好幾次 他在訓練過程當中 他除了父母 教練好以外 他還有一個大家不知道 他跟唐家鴻是意量情景 沒意量情景 什麼意量情景 唐家鴻高中 他是台北去宜蘭的 他要叫李志凱師兄啊 在訓練的當中 有時候他輸李志凱 李志凱輸給唐家鴻 他怎麼辦 他就要拚了 他條件唐家鴻 不錯很好 兩個意量情景 所以有輸有贏 兩個在高中的時候 都經常是冠雅金的比 我看過一次 有一次是唐家鴻八塊金牌 李志凱七塊 團隊兩個都有負責 所以這個競爭之下 有一個很很棒的一個 互相激勵 他這一次 所以他裡面他失敗了 他教練怎麼修正他訓練他 除了基本功練習 大家是在小三娘上面練習 在蘑菇上面練習 在阿瑪上面練習 李志凱是在地板上做 所以他的動作大 幅度大 幾乎扣分很少 他是跟那個街舞一樣 在地板上練 對 了不起的就是他能做到的 他柔軟度特別好 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李志凱在拼勁 在今天比賽當中 能夠做到這樣 大家說他冠軍 我也認為他應該冠軍 為什麼平溫制度造成問題 大家說 是不是裁判歪了什麼 其實裁判的平溫過程 你按制度做 有監督的 所以裁判錯了 就會被處罰 那今天的問題 我們認為是 戰略上有一個問題 什麼戰略上 就是說 一開始他設定六點七分的難度 人家已經七點零在那邊等你了 他沒有失敗 他就贏了